尊敬的魏老师 尊敬的各位开学师 尊敬的义工学长 还有在座的各位 大家早上好 我来自东浦大唐 很玩笑的一句话 我来自唐山 在唐山龟虎调整站 我们那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调整站 让大家能感受到 那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昨天我们的站长 已经分享了很多 今天呢我就把他存在我们家 我们身边的一些点点滴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妈妈呢 是今年八月份在 泰安学习的长城学 当时我感觉 这有用吗 非常有疑惑 等我妈妈回家之后呢 我儿子呀今年九岁 一直是我父母从小待到大 然后呢我儿子挺依赖姥姥的 姥姥的 姥姥回来之后 带了一杯水 我儿子就想 姥姥你这是什么水呀 姥姥说这个神奇的水 神奇的水 有多神奇啊 姥姥说你喝 让我试试啊 我儿子拿几杯子 喝了一口 姥姥就是水呀 然后我妈说 再拿一杯 再拿一杯 姥姥你这个水特别甜 当时我儿子就说 姥姥你也在我花花瓣呗 你让我找高点 你让我快点长大 你让我考试试考双板 咦怎么就想啊 这孩子怎么回事 这么快你就投降了 然后回来我妈妈说 行 那个晚上啊 姥姥给你调理调理 哎 晚上我儿子 早早的洗 洗了澡 不是 躺床上了 躺了被儿子 姥姥你看我这姿势行吗 姥姥行 没问题 回来我妈就拍了给他调理 哎 姥姥我这儿痒 姥姥我那儿痒 我妈妈说你别动啊 姥姥给你调理 你闭上眼睛 哎 我儿子一会儿 渐渐地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 姥姥开始调理 第一天的时候 睡在那儿调理 一个小时 然后第二天 早上我儿子起来 又喊 姥姥你来给我调理呀 你给我发工呢 诶 诶 可主动呢 哎呀我都想 这么神奇 我儿子又调理 调理了好长时间 早上我儿子说 姥姥我吃东西 你给我煎的鸡蛋 特别香 哎呀我想马匹手 然后回来 一直继续 继续了 放了多月 然后孩子呀 又开学了 我们就领回我们家 诶 突然发现 孩子眼睛红了 像兔子一样 诶 跟我妈妈打电话 妈妈 大宝眼睛红了 怎么回事 啊 我妈说两种可能 一个是调理哪样 后续把这个毒啊 都调出来了 我儿子脾气特别不好 我妈说可能是肛 肛火太大 然后到眼睛上了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是他看手机啊 看什么的太多 我妈说来 调理调理吧 哎 我妈说来来调理 调理了三天 我感觉效果不大 不行 我说还得上养快医院 这就行啊 这孩子眼睛影响失利啊 这孩子去了养快医院 做了一系列检查 花了几百块钱 开了好几楼点药水 回来之后开始 可是呢 三天过去了 效果不好 然后我妈说来吧 继续吧 哎继续 继续 孩子上学了 老师说了 你家大爷怎么回事 孩子眼睛都红成这样了 你们没人管呢 我说老师 我们去医院了 老师又说了 继续去 又去了一趟 哎呀 检查结果还是一样 怎么办呢 喂 挺他愁 回家之后 我妈继续调 一周之后 孩子的眼睛不那么红了 然后呢 就是白晶啊 还有点发浑浊 然后我妈说 看来效果不错 咱们继续努力吧 哎继续 到十一的时候 孩子的眼睛已经恢复了 原来的那种光泽 白晶呢 跟黑晶呢 已经没有那种浑浊了 嗯 然后在他自身感觉也特别好 而且原来我儿子呀 胃口不好 吃东西一点都够 现在呢 吃的特别多 而且也没有发胖啊 而且他特别好肚 现在呢 感觉在学校里呀 能坐得住了 不像原来 老师天天找 今天你儿子跪着上课了 明天你儿子 作业本又找不着了 天天找 哎 现在我发现他好多了 而且学习成绩啊 也感觉特别好 因为我儿子是那种 很活活的孩子 他呢 爱好特别广泛 但是呢 一提到学习 就头疼 妈妈 还得要算数啊 哎呀 妈妈还要考生育啊 天天就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呢 还特别主动的学习 呃 原来之前呢 晚上就是去不考试 然后孩子又说 妈妈 你跟我安排在院吧 我好像在计算这段 不太好 他现在都会主动学习 嗯 这是在他尸体方面的 然后还有他特别崇拜的姥姥 就成了半门的姥姥 我们家小兔子呀 被他爸爸浴露水 摇摔在机器上了 然后我儿子就 赶快找姥姥 姥姥姥 你快来 赶快看到这小兔子 他给他拔开 他要整脑子脑子 然后回来 我妈妈就说 那好吧 就是 拍水发飞 回来我妈妈说 好了 哎呀 我儿子说 小兔子啊 你是好了吗 小兔子开始丢着 跟小兔子散步 然后他的小花啊 养那种小绿植 捏了一个 然后我儿子就说 姥姥姥姥 你快来 给我的小绿植发发咕咚 哎真神奇 每两天 我们这个小绿植啊 七色回生了 然后呢 现在啊 他又有点耐识小情 我找姥姥姥 姥姥 你那个 我发发咕咚 我要喝水 我该考试了 我要早上喝一杯营养水 我都感觉好神奇啊 然后这个 该报名了 我妈妈就说 你赶紧学习吧 回来咱俩互相调理 哎呀 我说有你这个万能子 都行了 不用我了 我妈妈说你还是去吧 特别好 中国不是有句话吗 是吧 孝顺 我想 既要孝也要顺 好 好 去去去去 哎呀 特急急的给我 照片 我自己找吧 照片找出来了 钱我给你交了吧 好 钱一会交了 然后啊 我这个奉着母命 我就坐着飞机友都来了 到这呢 我感觉 这么多恶声的面孔 就说 怎么办呢 做自己 然后到这之后 我感觉到 不是那样 这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景 让我感觉到了处处的有根管 非常感谢魏老师 为大家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方法 让大家不生病 我觉得这个方法呀 应该通过我们 传递到千家乱户 让这种 条理成为像吃饭一样的习惯 让大家不生病 让大家更健康 让我们的祖国更强盛 谢谢大家 师姐 老师请问一下 你没有讲 你那个宝宝 你母亲是 对水怎么样 宝宝才喝到那个水 特别好喝 对 宝宝喝到那个水啊 开水他不觉得怎么样 就是白白水啊 就是纯净水啊 然后姥姥说 你对比一下 一喝 姥姥你这个水特别甜 喝起来好像牛奶的感觉 它有那种 不是那种水的那种店 好像有 有一些物质在里面 那感觉 那奶奶是 怎么让这两杯水有区别的 她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就是她在那个 从太安回家的时候 她坐了火车嘛 然后呢 她就用手啊 来 草野 让你把水呢 没舍得喝呀 哎呀 回家跟你家宝贝呀 回家之后 对 然后回家之后呢 她先放在那儿吧 然后说 我带什么礼物吧 来 一杯水 我儿子心想 一杯水 喝了之后 又对比了一下 感觉确实是一样 我们神奇的双手 可以把水调成甜味儿 哦 真的是 今天下课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吧 是吧 魏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分享